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的张艺兴 居然是个小胖子啊 网上有人翻出张艺兴爸爸的朋友圈 大量父子和眼亲自撵照片 小编觉得那不便传播晒出来 但是张艺兴的小胖子形象 对他来说 却是一种蜕变过程 日前 一组张艺兴早年参加节目的照片曝光 当年还很年轻的张艺兴有一张娃娃脸 并且婴儿肥比较严重 相较于现在轮廓较为深的五官 有一定差距 但从旧照来看 张艺兴确实从小萌到大 不然为何有一些网友看到张艺兴年轻萌照 第一眼想到的会是杜海涛 笑起来的酒窝还在 真的再次验证那一句 每一个胖子都是潜力骨 张艺兴小时候的样子 的确很普通 胖胖的 上图还给他成了单眼皮 大概是他用力写眼 脸上啥情况呢 还有一大团飞红的东西 头发可以看出来有点卷卷的样子 张艺兴过去的旧照被爆出后 许多网友表示 还以为是杜海涛 然而现在杜海涛和他之间的颜值距离 隔着一百个尊红雷 张艺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最好不要瞧不起胖子 瘦下来说不定就是男神 小猪罗志祥曾通过微博帅12岁旧照 并写道 时光机回到12岁 这两张照是我比胖钱的最后一拍 照片中 罗志祥一头乌黑的头发 五官星秀 闭着剪刀手抿着嘴巴 衣服害羞的模样 十分的可爱 此就照曝光 后 有的众网友纷纷回关并留言 称 睡了这么多年 你不累吗 猪币时间干老年痴呆 开始回忆起童年时光 罗志祥小时候胖的照片 为什么罗志祥叫小猪呢 就在网上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罗志祥小时候因为长得圆圆胖胖 被去外套叫小猪 虽然现在身材变得健硕有形 粉丝们依然喜欢用这个昵称称呼他 不论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 罗志祥小时候胖嘟嘟和可爱倒是事实 小猪罗志祥现在的瓜子脸也不是天生的 相反 罗志祥还是一胖体质 特别容易吃胖 但是罗志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迅速瘦了十公斤 罗志祥曾透露 自己用苹果减肥把射身 一天只吃四颗苹果 却引来健身达人批评 癌空是史上最经典负面教材 罗志祥加码爆料 其实他有时候戴口罩 不仅是因为去看完牙医 其实也是为了周眼肥胖 且由于他天生有双下巴 所以一胖下巴就不见 有时候甚至胖的双眼皮都消失 有一阵子甚至需要动用到双眼皮胶 却因为脂肪太多 怎么称都称不起来 最近终于称回七十二千克 深邃眼睛才终于回归